新一服生活一拍即合 为大家精心挑选的两个 过往我们一拍即合的故事 和大家深度地剖析一下 帮大家找到幸福背后的钥匙 到底是什么 先来关注第一件事 这一对夫妻 他们在一起已经有七年的时间 可是七年的时间里面 家暴 不信任 吵闹 离婚又复婚 尤其是在这个当口 当妻子即将临盆了 这丈夫还坚决要离婚 什么让他们把日子过成了这个样子 她为何如此狠心 抛弃怀孕八个月的结发妻子 过不了 这马上就生了呀 生也不能过 没有感情 她又为何如此痴情 委屈求全 放弃尊严 也要维系这段婚姻 去玩吧 等你玩累了 最起码有个家 她得等着你 挑起现场 丈夫冷漠高傲 振振有词 妻子倔强执拗 拒绝让步 比如说我的心她永远没抓住 直接是往外踹 从来不往回收 内心的真情实感 有没有什么想表达的 做她幸福 在丈夫眼中 她自私 不笑 贪恋钱财 在妻子眼中 她家暴 背叛 不负责任 她每次都跪着我的 一跪着一天 她跪你面前 因为她每次都是无理取闹 我们俩只要一打仗 她就老实了 我打她一顿 她弹得很舒服 经历了分分合合 两人又为何再次走到婚姻的尽头 究竟是利益的纠葛 还是有了外人的介入 她手机里有记录 她刚才还老婆老婆地喊别人呢 她眼里只有钱 只有她那点财产 曾经恩爱的夫妻 曾经幸福的一家人 能否从七年之痛的折磨中 超然解脱 最终消除隔阂 重归于好 一拍即合即将为您播出 七年之痛 我老公她不愿意 不愿意过了 陈女士 这看着这怀有身孕 先问一句这孩子多大了 还有15天预产期 真不愿意过了 过不了 这马上就生了呀 生也不能过 没有感情 陈女士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俩给我们说说 去年我们离过一次婚 你们离过婚 对 那现在你们的状态是夫妻吗 是 又复婚了 对 什么时候复的婚 一个半月 这个复了婚就说明还有感情在 一个半月两个月中间又经历了什么 让马上就要生产的情况下 就要再离婚 李先生你来讲讲吧 在他眼底下只有钱 只有他那点财产 我要的是懂我的人 我一天到晚东奔西跑 我甚至三点夜里还在道上跑着 我们 我是做二手车职业 做汽油厂职业 就是每天就是七早摊黑的日子 我很累 我需要一个家庭的温暖 我兄妹五个 现在剩我们四个 那三个人没有经济能力 就是他跟着我七年 父母一直是我养的 钱 财政全都是我出 每个月都有一千块钱的 基本开支 因为一千一年不才一万出头吗 就这个他觉得钱多了 因为是年年出 因为我有兄弟姊妹 我每个月我就二十 到天我就给他三千块钱 三千 对 不是他说的一千 三千 不是 他是 但是这三千块钱里边 包括着几个员工在吃饭 他爸爸是一个厨师 生完孩子以后 基本上老人那时候 你看 他生病是五年 我孩子是六岁半 那时候他糖尿病已经就是说 就不行了 我把厨房就给撤了 他的父母从不做饭 到现在都有好多年了吧 他的父母两个人 看一个孩子应该很轻松吧 看你怎么着 也不算多大事 就一个孩子 一个孩子 就一个孩子 你可别忘了 我爹是扫一条腿 然后他就 他节腿也就是前年节的 你看孩子吗 我不看我上班 我老头就说了一句话 我不能替你拉套了 你们就不用我了 忘恩负义这种话之类的 我听着不舒服 他就憋 他就闹 他不给你白领 孩子生下不到一个月 你上班了 认为我妈了 我今天满了月 第二天我就去上班去了 你上班在哪上班 在他单位里 帮助他 帮他上班 你帮他做什么工作 车间里边乱七八糟 乱了给他收拾收拾 来个车了 接些车呀 气垫 对 就是没有货了 发发货呀 就是这个 打打下手啊 或者是对对仗啊 约底 算上工资啊 这些事都是给我来做的 他的工作其实很重要 长得也没他是不行的 就是你看我比如说 我安排工人 干这个干那个 都是一样的口气 到他这儿就犯卡 而且他是一个 不会给我面子的人 帮着当着我的客户也好 当着我的哥们也好 特别是工人 他敢跟我大大出手 男人是一个面子 就是你回家了 比如说 他是不是从结婚开始 都不会给你面子 对 其实也是这么多年 就是矛盾到今天为止 是永远再也化解不开了 你们前段不是离婚了吗 离婚了 什么时候离的 就是因为看病了 去年 去年 不是因为看病离的 那因为什么离的婚 因为我俩打架离的婚 他在那个打字附近 那个地方 他拽着我不让我下车 他还打了我 用打你来逼迫你离婚的 对 我说咱不离不行嘛 他说行 我不改 我一点都不会改 不是那种说 所以你把他打了 他把你打了一顿 然后你就屈服了离婚了 是吗 对 不是像他说那样 我把他打都离婚 我说咱俩都改改 我也给你一次机会 他每次都跪着我的 一跪都一天 他跪你面前 对 因为他每次都是无理取闹 不是 就是我妈说 他跪在你面前 对 跪一天是干嘛 求你 求我 求你什么 不离婚 他改 我错了 我改 走哪他跪哪 你走哪他跪哪 对 有一次 柯膝盖当脚走 跟着你走 我去厕所他都跟着 在家里 对 在厂里就那么闹 在厂里也跪着 有时候会这样 还是为了想惩罚一下他 让他改正确 为什么 他为什么这样离不开你 你告诉我 毕竟我可能是他的初恋 他是爱你的是吧 他是心里边比较有我的 就是说我们俩只要一打仗 他就老实了 特别好一个人 就是不打不知道 一打他就好了 他也没头 也没有头 也没有影 我也受不了了 那不就像你天天 我们俩就口头协议 一年之内 如果说我们俩不生气 我们一年之后绝对复婚 那次婚算是和平的 嫌疑离婚 对 两个人也都走到累了 过了一年之后 怎么就续这个约了 怀孕了 怀孕了 又是小孩闹的 因为我啊 我父母没有地方住 我就那一套房子 就算离了婚 两个人还在一块住 离婚没离家 对 还在一块睡 还有正常的夫妻生活 都改嘛 当时说好都改嘛 所以就有了这个孩子 对 那你现在外边的 这个女朋友在哪 分了 分手了 没有 朋友 没有 她手机里有记录 那个她刚才还 还有老婆老婆的 喊别人呢 那个我在这 我猜眼一下 就是她 就是在我怀孕期间 她出轨这个情况吧 她去上北京去找这个女的 你还不能叫做出轨这件事 很诡异的 这个你们的关系 让我们觉得很凌乱 是吧 就是这种关系 其实说白了 我那个时候不怕她听见嘛 我那时候好像就是想玩玩 这个话我敢说 我想就是男人嘛 你不怕你的这个女朋友听到你想玩玩她 当时 但是她特别懂我 我就用真感情了 我就离不开她了 就是想玩的心态 结果发现找到了真爱 对 我跟她提出过 我说分手 我说我要给她机会嘛 因为她要快生了 因为男人嘛 毕竟再大的错都得原谅她 她就再毕业再闹 其实我的想法还是 离 她知不知道 你的这个女朋友 知不知道 你的前妻又怀上了你的孩子 在当时 后来我说她 她知道吗 知道她就走了 她说这不行 她说不能破坏 就虽然说你们离婚了 不能破坏 当时我也感觉到 没有头了 没有影了 顾虑到这边 也快生了 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说我心回来了 我跟你复婚 她要是真懂我 你跟她复婚的原因是什么 是知道她快生了 想给她一个家 那不早就可以给吗 你去年11月份 你们俩就知道怀孕了 那还有中间 你不懂这种 太复杂了你知道吧 她太乱了 她就是说不懂 你比如说我回来了 你抓住我的心 我人已经回来 你抓住我 拿着一张财产协议书 让我天天签字 忘了 一会儿忘了不签了 一会儿想起来 签字签字 就是说我的心 她永远没抓住 直接是往外踹 从来不往回收 我是找她签过字 但是不是像她说的那样 你那个签字条 你现在拿出来 在兜里边都已经快磨烂了 没有 就是每天拿着的 没有 我跟你说 我跟你签了吧 我说我只要一签 你签的是什么 财产都给她 就是房子我再出轨 要拿钱抓住我 我说咱们俩过日子 我回来了就是回来了 我绝对不会跟你签那个字 如果签字 咱俩就完蛋 我把字签了 我再也没进家 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进回家 我刚看到 我们所有人都发现了 媳妇的脸上 包括脖子上 好像有红印子 从我这边看特别清楚 它这儿是鱼青的 那个鱼青是拿手机碰的 就是卡住它 这儿是它掐的 它说要跟我这儿 掐不得上明点是有倒印的 这是手机壳的 这儿 这里 那是拿拳头堆的 拳头灰的 谁的拳头 他把我上个月的钱 命钱拿走 周转自己拿走 因为刚买了方没钱 四个月又拿走 又说了一句话 我不单这个月拿着 我下个月还要拿 我只要借你的钱 我每个月都为几次钱 韩女士这话说了吗 韩女士这话说了吗 没有 又是没有 基本上不要条件了 她这个女人 最大的就是谎话 上个月拿了那两万块钱 是因为我们买了 开封这一套房子 我借了人家的钱 我借了人家的钱 人家要要 你借了人家钱 人家要 你要不要还 好 那这个月 这两万块钱 又是还什么账呢 我马上剩十几天预产期 我刚才都说了 剩十几天预产期 我马上就要到天了 脚也肿了 脚肿的走路都不 你怕她不给你钱 对 她说过她不会给我钱 凯女士 你今天来的最初的愿望是什么 是希望能够在一起 对 所以其实按照这个逻辑来讲 凯女士 我相信你是因为需要她这个人 对吧 对 我需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那你需要这个男人当你丈夫吗 需要 你还爱他 有感情 一直都爱 对 我每次我都想 我说你去玩吧 等你玩累了 最起码有个家 还在等着你 还有我 还有孩子 你回来了 我们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我在等着他 你的什么做法 就是逼 死逼 对吧 死逼着我 最痛苦的一句话 你叫什么话 我在我这儿呢 最痛苦的话在我这儿呢 不回家 我说你不回家可以 我等着你 最痛苦的话就是 我会让你一无所有 什么也没有 回到你原始的状态 还要欠着十几万的账 逼走的我是让你 连让 你有几个细节我发现 一直在看时间 你在等什么 我在等离婚证那个地方下班 你今天必须要离婚 你今天铁了心 今天非得再赶回去 把这个婚离 我发过誓 我说今天不离我就死了 你去不去 你现在离不离 我告诉你 你的权利是什么 你现在怀孕 如果你要不离婚 你要不同意离婚 他离不了 你现在怀孕期间 以及你在怀孕后认生的 这个就是怀孕哺乳期之内 他是没有权利去法院提出离婚的 除非你自己同意 这个是你的权利 你自己要把握好 好不好 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他在 起码在这 两年 一两年内 他是离不了这个婚的 离不了这个婚的 另外呢 我懂我懂我懂 离不了 我离不了 不离没事 我就这么耗了 另外李先生 这个我看出来了 这个你的这种坚决 两个孩子怎么办 你考虑好了没有 女儿生下来 我全管 一直养到四八岁 就是跟着他也好 跟着我也好 儿子是由我来养 儿子跟着你父养 对 女儿跟着他也好 跟着我也好 他随时可以要走一个 随便他挑 即便你们离了婚 对孩子的伤害 一定要降到最低 降到最低 这句话我要说回来了 我们俩离了婚 孩子就健康 柴女士 不管你们聚还是赛 有没有什么话对她说 在最后的时间 祝她幸福 其实我有一句话 要感谢你们 有这么多人 都在往回这个家 私理过日子 为什么 太难了 我这七年过得生不如死 两位开始选择的时候了 当你们右手边 有一个红色大纽 如果你们愿意 和对方一起携手走下去 或者有信心改变自己 同时去包容对方 那么就请我倒数五秒钟之后 拍下右边的按钮 如果你们觉得没有信心 分道扬镳 那么就请起身离开 五秒钟时间 五秒钟时间 两个选择 五 四 三 二 一 七年的感情生活 第二个孩子即将出生 当五秒钟结束之后 两个人都起身离开 一边是真正冷了心 铁了心 而另一边 而另一边可能是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暖化对面的心 三位老师怎么看 我反复地来讲 情商啊 只关乎于教养 只关乎于对对方的尊重 希望在婚姻中的我们 在情感中的我们 多一些对对方的尊重 两个人 用男人的话说是性格不合 是他们两个人根本不懂得 对方在做什么 我跟你谈风花雪月 你跟我谈产米油盐 我跟你说诗和远方 你跟我说眼前的苟且 但是如果说两个人真的是目标不同 想法不同 而女人一味地隐忍 用下跪 用求饶 用你打了我 我消停两天这样的方式去挽回的话 我个人觉得 这绝对这样的婚姻不会长久 两个人同步是要思想上的同步 而不是说一个人一味地退 一味地退 就能得到一个圆满的答案 婚姻和感情呢 其中有很多的问题 那么看似很乱 但是我认为在这个乱象当中 我们一定要抓住一个主线的 就是感情 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只要觉得 问内心还有感情 我们就要考虑一下 那么这些所谓的问题和纠纷 是不是能做一些妥协 来换成 或许多的问题 散途 而不是说 那不容易 都可以说 就是 我们有时候 认为 乱自己并 然后 我想 你们 在这个乳图 我 我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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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老公给人家说的 那今天你的诉求是 我感觉到他知道该 我为了孩子 我还是要一个完成的家 嗯 几个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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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 分别多大 大了 大过年 二过年都结完过了 妈一个儿子19了 还有儿子19了 嗯 为了孩子还要继续地好好过 好的 我问一下这边 林先生 你一直在听媳妇在说 说这个外遇 而且外遇很多年还不止一个 三个 有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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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女士 老公说没有啊 有是肯定了 你抓到证据没有 我上北京回来以后 她看我回来了 她没法再跟她交流了 反正只要打电话 她上险阳了 她是四月发了信息 我想你 想了我北京上班 反正发誓我是第二个 但是我不认了 她那个手机的 她叫阿贵妮 叫阿贵妮 从电了 阿贵妮 阿贵妮看到了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来吧 儿子过来以后 俩人他也开门 俩人给伍类坐着 给他伍类的 你儿子打开门看到了 对 那时候儿子他想十三 十几岁那时候 你儿子亲眼看到 两个人是在一张床上 对 李先生 这个事儿应该如果有的话是不会忘记的吧 我走路说话 来给我帮忙 给你帮忙 帮忙帮到床上去了 他跟他在伍类坐着呢 在伍类坐着呢 关着门呢 关着门 比如说 儿子其实也没有看见两个人在 看了到了 开门 儿子丝毫一烂 他都懂了你 我们来让儿子上来吧 来 有请 小李 来 请坐 邵平今年多大了 十九岁 你是一直在老家生活 对吧 对 小时候应该是跟爸爸一块儿 妈妈出去打工 有段时间不在你的跟前 是的 我们先说一说 那时候那个大娘 你知道吗 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我也不多了解 就是我爸送我上学的时候 载过我大娘一段 但是刚才说的第二个 说你当时打开房门以后 看见了两个人 这个当时是 这个当时是 就是我刚放假嘛 回到家 就是想上屋里拿点东西吃 然后就是一开门嘛 就是看到了 我爸就是 马上关上门了 跟爸爸在一起多 还是跟妈妈在一起多 跟爸爸在一起多 你来评价一下爸爸 我感觉爸爸就是 我感觉爸爸就是 对我挺亲的 因为我回到家 也做好吃的给我嘛 嗯 冷不冷 然后吃的好不好 你有没有觉得缺失父爱 或者母爱 我感觉这两边 都挺缺少的 因为我们交流都不是很多 你已经19岁了啊 其实你已经懂很多事情了 我问你一个问题 他们俩感情幸福吗 他俩的感情就是 就是一直在闹嘛 我感觉我以前也和我爸爸妈妈 他两个就是吵架的时候 我也单独和我爸爸也说过 也和妈妈说过嘛 就是两个 就算为了我 两个不要再生气了嘛 就和好 叫他两个 他们平常是不是经常吵架呀 反正我就是 我在家的时候他们不吵 就是有时候 也会偶尔吵一次 互相打不打 打倒是也打 反正我在这方面 阿爸是不打的 我就是我不在家 就是这个情况 我也不了解 然后我妈有什么事 她也不告诉我 其实爸爸妈妈都在护着你的 是的 都在你人前表现出 太多的不和谐 但是也可能在你不在的时候 也会有打骂 是吗 嗯 对 好 三文老师有没有要问的 我想问一下少平啊 那件事对你现在有什么影响吗 有影响 就是别人同学就是提父母的时候 就是怎么怎么样嘛 我从来都不会说家里的事 他不愿意多提 这就是那件事情对他的影响 我想对他影响可能不大 李先生 你觉得这件事你做得对吗 不对 不对 你既然知道不对 你感觉不出来这个事对孩子有没有影响吗 还需要犹豫吗 这就不一样了 现在你的状态是 尽管他有这么多 包括前两天还有你能够看见的 他跟网友的这种东西 你还愿意跟他在一起继续生活吗 我为了偶尔想要一个完成的家 偶尔想要一个完成的家 偶尔想要给娶媳妇了 如果要这儿不缺电价 他都不好心 我再说他只能改了 我还继续跟他过 我不再说到这个 您的后半句我很支持 如果他能改您跟他过 这个我很支持 前半句呢 我有一点跟您不同的看法 儿子已经19岁了 是一个成年人 儿子娶不娶媳妇 娶什么样的媳妇 都是他自己的事 跟爹妈没有关系 你们不应该过多地干涉 最多你们如果愿意的话 可以给一些帮助或者支持 但是那是他自己的婚姻 他自己的事情 你们不应该过多地参与 回到后边那句话 你现在如果他能够改 你还是愿意和他继续过的 也就是还有感情 您说的改 除了这个外边不拈花惹草之外 还有别的需要改的吗 反正我都看到了 都是这个情况 我不需要我看到的事 我只要一看到 他给那点女人一打电话 我只要一听到 我只要一说话 他都是骂我 他都是打我 打你 打你哪儿 打你什么地方 反正不炸东西都是打我 混人都过 又是打自腿 反正是我没捎到的打 只要那个媳妇 早一打电话 他都打我 你老公还有家暴 家暴 国安票买的新电视 全部都是甩了 电视手机都是甩了 那一次阿姑娘老住了 他用那个水瓶子去炸我去了 他就炸我 我都说 我说你先炸了 我说我也不想活了 给你再一会儿 车子也都累了 我说我也不怕死了 我说你先炸了 阿姑娘老了 反正也得提我自己 所以这是一种家暴行为 你知道吧 您之前他有这种家暴行为的时候 你报过案吗 我再次强调一遍 在这个台上我强调了很多次了 我们在任何时候 都要对家庭暴力零容忍 因为这是一种违法行为 如果再有家暴 我希望你能够零容忍 立刻打110报警 如果你再继续纵 我告诉你 你下边会挨得打更多更狠 明白吗 李女士 明白 好 回到李先生这里 不是 给他手拿 我说我假定暴力 我不会假定暴力 你为什么不 你没有假定暴力 李永辗 我得批准累一点 我承认累 但打到假定暴力我不 那你打过他没有 都是他堵路堵路我堵路 堵路我堵路我堵路 堵路你 我打我的东西 你打过他没有 很少打的 很少打的 钻尖拧肉 确实打过 刚结婚 消耗消了是吧 那你打的对吗 你不对啊 你对家庭暴力的理解啊 过于这个片面了 你认为可能只是上了拳头 才是一种家庭暴力 但是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 家庭暴力可不仅限于拳头 你砸东西 你的这种平常的这种辱骂 你的这种坏脾气 在法律上都可以 视为一种家庭暴力 李先生在这里 就你过去对他的打摔东西 这件事情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你需要对他有一个道歉 我不道歉 不道歉 好 李女士 我没有办法帮到你了 我给你的建议是 跟他离婚 离开这个人 很爱心 你也愿意 好 解决了 他田的都不是要离婚离婚的吗 他田的都不是要离婚的吗 我正儿八经问你一句李先生 你真的想离婚 他们我不敢活 我不想离 你不想离 我不想离我们当家吗 你不想离 你就得有不想离的态度 你不想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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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 你不想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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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 如果这样能翻过去 我们接下来让女儿上场 你好 这是大女儿是吧 是 已经出嫁了 怎么评价父母 刚才在下面都听着呢 你觉得他们俩能离婚不能 不能离婚 你觉得妈妈现在受苦受的多不多呀 这么多年 不是 我妈妈天天 我爸爸有个晚上不回家 我妈妈天天怀疑 她怎么怎么的 晚上不回家 她都说 她怎么上哪去了 跟谁谁设计了 怎么的都怀疑 怀疑她现在都病来了 我以后一夜 以后一夜 我在她干活呢 吃她干活吗 不是你知道吗 我老公是开挖机的 有的晚上 她不在那 她都知道的 她都知道 我妈有的是好怀疑 都问了 你爸爸在那里没有 有的她问了 她没有在那里 有的我都希望我爸 天天每天 干活是干活的 不干活 晚上都回家 跟我妈好好的 好好的过 不用希望 我天天不干活 我都回家 可是你女儿 你女儿同时又摇头说 你可能将来还会继续的跟别人那样聊天 视频聊天 挑逗 无言会语 你到底是哪一个爸爸 你现在告诉女儿 你能做到哪一个爸爸 我以后不会对那妈对不起的事 闺女 老爹说了 相信她 帮她监督 一起监督去改正 同时 如果妈妈这边 要是孩子 还是捕风捉影 替妈妈打消 好吗 好 好来 稍微休息一下 来吧两位 没什么大事 该是做出抉择的时候了 其实都不是什么抉择 也就是对未来一个生活的态度 两人如果觉得将来路还能一起走 那么就当我倒数五秒钟之后 拍下右边的按钮 如果觉得不行 不可能 离一婚才能解决问题 那么就请起身 离开 五秒钟时间 两个钟选择 五 四 三 二 完成好家风活动 现已启动 呵护肝胃的感冒药 白云山小柴湖 邀您参与 曾经的浪漫与柔情 随着婚姻生活的压力逐渐消失 怀疑 猜忌 埋怨 指责 甚至是大打出手 似乎一切都成了阻碍情感发展的问题 跪着我的 一跪都一天 他跪你面前 因为他每次都是无理取闹 我们俩只要去打仗 他就老实了 我打他一顿 他感到很舒服 去玩吧 等你玩累了 最起码 有个家 他得等着你 当美丽的憧憬被现实击碎 当诗和远方被柴米油盐取代 背叛和猜忌 暴力与隐忍 成为了生活的主题 面对婚姻的困境 夫妻之间又该如何相处 一百几盒特别策划 带你找到幸福背后的钥匙 扣开幸福之门 帮你找到幸福的真谛 一 两位请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天要求被信任 天天要求被信任 可是自己首先得做出 让别人相信的事才行 来 谢律师 我们常说人生如戏 那么在人生当中 我们要扮演好每一个角色 作为一个好丈夫 他的要求就是 起码要做到不背叛 作为一个好父亲 他起码要有一个伪案的形象 只有扮演好了这每一个角色 才能找到幸福 故事看完了 就是两个人虽然 他们最终选择拍灯 要继续走在 就像我扮演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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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去分析这件事情到底利害关系是怎么样的 未来你要如何来做才能把这件事情更好的化解出来 好的 专业事情交给专业人做 就请看到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这是我们一拍即合的热线电话 如果有问题别忘了拨打 因为幸福道路我们一拍即合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一拍即合的全部内容 感谢瑶瑶 谢谢龙哥 好 那下期我们再见